現在因為體重減輕了 所以那個就比較改善了 刻意瘦身嗎? 也沒有啦 我就刻意把 是我習慣稍微做改變啦 以前晚上都會吃猛吃東西嘛 但不吃了 現在就瘦了 現在有瘦幾公斤? 我沒有量 但是但是一看就不少 我看五公斤都有 應該有賺錢了吧 今年 坦白說啦 有啦 但是它就是量大到一樣 菜的生意還好嗎? 泡菜就是年輕人他們在處理 就是每個月的銷售量大概蠻平均的 因為那種到底是一個起步 所以慢慢慢慢會有別的東西加進 應該有賺錢了吧 今年 坦白說啦 有啦 但是它就是量大到怎樣 因為它畢竟是民生消貨很大 對 就是一個試試看來 對 你是要賺到很大量很困難 嗯 所以就 徒步為營嘛 哦 怎麼做 那好像皮皮分紅嗎? 它是我老闆 哦 是你老闆 最靠發年重給你嗎? 對呀 對 你講 你講這個 哦 你提醒我 哦 那我現在那個關節之間都OK嗎? 之前不是塞到 對 現在因為減重 啊 減重啊 體重減輕了 所以那個就比較改善了 刻意瘦身嗎? 也沒有啦 我就可以一把 是我習慣稍微做改變啦 就是晚上 以前晚上都會吃猛吃東西嘛 嗯 再不吃人 可是現在就瘦了 現在有瘦幾公斤? 我沒有量 但是 但是一看就不少 我看五公斤都有 哦 嗯 但是之前你跟那個朋友 稍微周轉那些 有沒有慢慢再反彈過去呢? 那其實現在 那我坦白說啦 我身邊這幾位好朋友 誰負責什麼 誰負責什麼 那體力負責 負責什麼 都做得很好 哦 你說環到什麼程度 其實我 不用知道 就有專人在做 哦 我再也不用去 去擔心說 啊 某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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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某 收入什麼都弄好了之後 我幾乎有 五六個人是負責什麼 這樣 才能讓我專心去做 不管是 寫歌 不管是到底 這樣蠻好的 可是你現在 那個大概五六個人 是一個 以前在一個團隊 對 以前叫做雜亂無章嘛 那現在就是 弄好弄好 就不用我 我去想 哦 去幹嘛 啊 他們也 他們這些 這些朋友也就是說 你都不要想 你就做我們事件 幫我們處理 哦 這樣